据塔斯社10号报道 俄罗斯农业部长帕特鲁舍夫表示 俄方将于近期向6个非洲国家 无偿提供2.5万至5万吨粮食 帕特鲁舍夫还表示 俄罗斯去年共出口约6000万吨粮食 今年计划出口粮食约5500万吨 他强调 对友好国家而言 俄罗斯在粮食供应方面 将一直是可靠的伙伴